里面在举办一个婚礼 很有意思 老外的婚礼基本上都是在教堂里行 这是一种神圣的仪式 我之前在中国的时候 我对婚礼这一块始终没有太多的研究 但是好像在中国古代当中 结婚登记并不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可以说法律层面的婚姻是近代才有的 中国古代也是讲究一定的仪式性 好比说八台大叫等等 那么中国古代的这种婚姻仪式 我觉得更多的像是一种 怎么说 叫做家族之间的仪式 好比说我尊重你那个家族 我用多少的彩礼 我用多少的仪仗队 来接你的女儿 表示了我对她的重视 这是一种家族式的联姻 她表示的尊重是出于 对这个女性和她以及她家族的尊重 可是欧洲的这种婚礼 它强调的是神圣性 也就是上帝的这种关系 这就很不一样了 因为她讲究的是这个婚礼之间的这种爱情是神授予的 是亚当和夏娃那是传下来的 男女之间互相忠贞不疑 无论生老病死都是如此的 所以说和我们中国传统的婚姻是很不一样的 哎呀我又找到这个位置了 这是我来的时候的位置 回到了原地 再多说两句关于婚姻的问题 现在 哎呦 撞了撞了撞了 撞了撞了 哎呦我擦 这只是刚刚说到一句 光当一声就撞了 这两个车撞了 哇许 很爽 但是不太严重 那人出来了吧 出来了 是个女的开车 擦 是个女司机司机啊 女司机是真不行啊 女司机是真不行 怼了一下 不太严重 撞没撞是人啊 地下没有 好像躺了个人似的 地下不知道那是腿啊 还是人啊 我现在从那边太远了 看不清 我看看行人的表情吧 行人大部分都是走了过去 没怎么看 这边的老外也都走了 这就又体现出来了 一个中国和外国人的文化不同 这种事 中国那绝对给你围观了 而且能围观半个小时 中国人就喜欢看热闹 真是有意思 你老外瞅一眼就走了 不太理会 这跟他没啥关系 你们撞你们的 他该走他走他的 所以你说你说 有的时候你说 你看老外在那晒太阳 好像闲得没事的 中国人说 你看你他们就是闲的 那中国人围观也是闲的呀 你自己没有事 不回家做饭 带孩子吗 对不对 不上班吗 一看到这事就围观上去了 这不也是闲的吗 说白了 不是闲不闲的问题 而是说 你的这个 兴趣的问题 文化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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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化的问题